嗨!各位小伙伴大家好,很高兴能够遇见你。 刺激战场随着S6赛季的结束,曾经陪伴我们一年多的刺激战场,也毫无征兆地离我们而去,光字连一纸通知的没有,可能很多玩家在5月7号的晚上,正在游戏等游戏结束,返回大厅的时候,就被强制下线了,可能很多玩家,只是以为在更新S6赛季,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发生了了。在第二天登陆游戏的时候,就收到一个通知,亲爱的,特种兵刺激战场体验服已正式结束,然后知道和平精英上线的事了,小伙伴都知道刺激战场因为一些内容设定不能过审,而光子新研制的和平精英能够过审,光子肯定迫不及待地下架刺激战场,很多玩家心里都知道刺激战场 因没有收益,下架那是迟早的事。在新上线的和平精英中,也增加了两个新系统,第一个必定是过审的课金系统,虽然说在新上线的和平精英,内容让大部分玩家吐槽, 但是新上线的课金系统,也受到大量玩家的喜爱,因为课金商城内有大量好看的服装和枪械皮肤,让部分玩家也爱上了课金的道路。 很多玩家都知道,在课金系统上线的第一天,就让光子收获满满,并且也成为首榜,虽然说光子上线课金系统,但是也是属于自愿消费,不属于强制消费这一点还是比较良心的。 虽然在商城内有着大量好看的服装和枪械皮肤,但是小伙伴在课金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,所以道具都是有机率性的,不要为了每一件道具过度课金,适当娱乐一下就可以了。 而第二个系统便是创意工房的4v4模式,而这种模式不要去搜索物资,光子在我家出生地,就为玩家准备了许多物资,提供给玩家使用,玩家也不用再像吃鸡模式一样,浪费大量的时间去搜索物资,在光子推出这个模式以后,也受到不少玩家的喜爱。